佛说显着五福德经 西境河内沙门白发祖义 文如是 一时佛在社会国起诉几孤独园 佛告朱比丘 显着说法时有五福德 何谓为五 其人所生则得长寿 是为一福德 其人所生即得大福 饶财多宝 是为二福德 其人所生即端正无比 是为三福德 其人所生即明欲远文 是为四福德 其人所生即聪明大智 是为五福德 何应显着说法得长寿 用前世说法时 上语益善 中语益善 下语益善 其益被足 归己无为 好杀之人文法 即止不杀 用事故得长寿 何应说法之人得大福 饶财多宝 用前世说法时 上 中 下语 其益被息 归己无为 怯盗之人文经 即止不道 便能施语 用事故得大福 何应说法之人得端正无比 用前世说法时 上 中 下语 其益被息 归己无为 令文法者 何弃安之 即言色悦 自身光泽 用事故得端正 何应说法之人得名欲远文 用前世说法时 用前世说法时 上 中 下语 其益被息 归己无为 令文法者 敬佛 敬法 敬 彼 秋森 用事故得名文 何应说法之人 得聪明大志 用前世说法时 上 上 中 下语 其益被息 归己无为 令文法者 晓了庙会 用事故得 聪明大志 视为无法 说尽者 得福也 朱比丘 文经欢喜 前为佛做礼 佛说贤者 五福德经 这是佛说贤者 五福德经 由西境 河内沙门 白法组来翻译 在这部经提出 有一个时间 是佛在社会国 起诉 几孤独员 佛就告诉 所有的比丘众 贤者 在说法的时候呢 有五种福德 是哪五种呢 其人 所生的时候 能够得到长寿 这就是第一种福德 而这个人呢 所生的地方 他能够获得大富贵 能够有非常多的财宝 宝物 这就是第二种福德 其人所生 就能够端正无比 这是第三种福德 这个人呢 所生的 这一个地方 他能够 在现身 获得名誉 远文 就是名誉 非常的让远近皆知 这就是第四种福德 其人所生的 聪明大智慧 在这一生 就能获得 这是第五种福德 那么我们再来了解 是什么原因 让贤者在讲经说法 会获得长寿呢 其实 他就是在前世的时候 说佛法 用上等的天赋 跟高深的学问 来讲出 就是这种善法 然后 或者是用中等的学问 跟天赋 或下等的学问 跟天赋 来讲出所有的善法 而且这个法义 非常的充足 让大众呢 就是听了之后 归向于 极尽的一个心念 然后能达归向为无为 好杀身的人 听到这个佛法 就停止 不杀身 所以 因为是这样的原因 而获得长寿 第二种 是什么原因 让说法的人 能够得到大富贵 而且可以获得 非常多的财宝呢 也就是 这个人 他是因为 在前世 讲经说法的时候 用上中下 高深的学问 或天赋 让讲经说法的 法义 非常的完备 而且非常的清晰 让大众都能够 熟悉 这个佛法 归向于 极灭的一个心念 而且 能够回向无为 怯道的人 听经文法之后 就停止 不怯道 而且还可以 做不失 给贫穷的人 跟佛法僧三宝 也就是这样的作用 来获得大富贵 是什么原因 让讲经说法的人 能够得到端正无比呢 就是因为他 前世讲经说法的时候 用上中下等 这三种佛法 就是能够讲的 用他高深的学问 还有天赋 让这个佛法的意义 非常的完备 让听的人 非常的熟悉 熟练 归向于 心念的极静 无为 让听经文法的人 可以马上 就是获得和气 然后跟 讲经说法的人 能够就是 融合 融合 然后可以让 听经文法的人 可以马上获得安详 而且他的脸色 脸色呢 都能够非常的 伸出一种 和颜悦色 而且本身自己 就会伸出光泽 也就是因为如此 能够让 讲经说法的人 在现世 获得端正 端正的容颜 再来我们探讨 是什么原因 让讲经说法的人 能够获得 名誉 就是他的 声文 就是名誉 声文 都能够远播 他是因为 他前世的时候 讲经说法 用上中下等的语言 然后是 用一种高深的学问 跟天父 让这个 佛陀 所讲的佛法 全部的意义呢 法义 是非常的完备 非常的熟 让听的人 非常熟悉 而且 能够导向于 就是 极尽 无为的心念 听经文法的人 也因此 听到 讲经说法的 这一个 就是 法义呢 然后 对佛法明白 由不由得 就会开始 产生一种 恭敬心 会 敬佛 敬法 敬 恭敬 比丘 僧 比丘僧众 也就是因为 这样的 恭敬 的作用力 才让 这一位 讲经说法的人 获得了名声 而且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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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 那个 德恨啊 还有 他的名誉啊 就是能够 像香气一样 远波于四方 和音说法之人 德名誉 远文 我们已经了解 再来我们来 明白 就是 探讨一下 就是 那些 讲经说法的人 是如何得到 聪明的大智慧呢 这就是 这些人 讲经说法的人 在前世 上一辈子的时候 他说法的 这个时间呢 也是用 上中下等的 一种语言 用高深的学问 还有 还有他的天赋 让 讲经 这个 佛法的 意义 归向于 寂静 跟无为的 心念 让听 听到 佛法的人呢 马上就是 能够通晓 能够了解 而且 获得 庙慧 也就是因为 这样的作用 的原因 反作用力 让讲经 说法的人 他的因果 就获得了 聪明的 大智慧 这就是 这五种法 让讲经者 能够得福也 朱比丘 就听到 世尊 这样的一个 解说呢 就 文经 欢喜 然后就 上前 来跟 佛陀 来 做礼拜 也就是 这一部 佛说 弦者 五福德经 欢迎大众 分享 阿弥陀佛 功德无量 谢谢 阿弥陀佛